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游戏监管机构在出台新的消费规则后发表声明 引发市场动荡 印度尼西亚涅厂爆炸导致13名员工死亡 你认为你的信用卡利率高吗? 巴西有些人支付的利率高达455% 日本是亚太地区的稳定岛屿吗? 再想想吧 两场战争 50次选举 经济面临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 请大家收看 中国的游戏监管机构在出台新的消费规则后发表声明 引发市场动荡 南华早报 中国的监管机构发布了 旨在促进在线游戏行业健康发展的草案规定 这些规定包括保护未成年人和消费者权益的条款 例如禁止游戏强迫玩家互相对战 并禁止提供鼓励过游戏和消费的奖励 监管机构正在征求公众对该草案的意见 截止日期为1月22日 这些规定的公布震动了游戏行业 与游戏相关的股票下跌 腾讯的股价损失了约3000亿港元的市值 该行业仍在从之前政府对游戏成瘾的打击和对未成年人游戏时间限制的限制中恢复过来 中国游戏许可证的缓慢恢复也影响了新游戏的发布 印度尼西亚涅厂爆炸导致13名员工死亡 BBC 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一家涅厂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至少13名工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该厂由一家中国公司拥有生产涅 这是电动汽车电池和不锈钢的关键组成部分 爆炸发生在对一台炉子进行维修时 可燃液体引燃并导致附近的氧气罐爆炸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涅升产国 随着中国专注于发展低成本电动汽车行业 中国在该国的涅厂投资也在增加 此事引发了对由中国公司资助和运营的设施安全的担忧 你认为你的信用卡利率高吗? 巴西有些人支付的利率高达455% 华盛顿邮报 巴西长期以来一直饱受消费者贷款高利率的困扰 但一批新兴的数字银行正在加剧这种情况 他们对信用卡收取高达455%的利率 巴西消费者信用卡的平均年利率为431.6% 而美国平均年利率约为20% 这些贷款机构收取的高利率正在导致全国性的债务危机 7200万人 约占巴西人口的三分之一 违约了他们的债务 该国四大银行控制着63%的信用卡市场 在2022年 他们获得了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一年 这使他们几乎没有动力降低利率 日本是亚太地区的稳定岛屿吗? 再想想吧 南华早报 日本的一起政治资金丑闻 引发了对该国稳定性 及其对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和东京股市的影响的质疑 该丑闻涉及政治筹款活动中未申报的收入 并导致首相岸田文雄解雇了几名关键内阁成员 该丑闻发生之际 日本经济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复苏和稳定的时期 而现在这一切可能面临风险 这种局势的真正起源很难辨别 但该丑闻可能导致日本出现一个新的政治力量 两场战争 50次选举 经济面临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 纽约时报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即将到来的2024年选举 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 而全球经济已经在应对新冠疫情 50多个国家正在举行选举 将有20亿人前往投票站 这些选举的获胜者将做出影响工厂补贴 技术转让 贸易壁垒和投资的政策决策 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当选 可能导致对贸易 外国投资和移民的更严格控制 这可能转弱全球增长和经济 形成恶性循环 在许多地方 对全球化的怀疑情绪被停滞不前的收入 生活水平下降和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加剧所推动 最大的选举是在印度 目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其他重要的选举包括台湾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和美国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对世界经济尤为重要 因为它可能导致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转变 俄罗斯和中国的干预可能如何影响2024年的选举 纽约时报 美国政府正为外国对手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中 加大对美国选民影响的努力 做好准备 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都有望参与这些努力 最近一份关于2022年中期选举的情报报告提供了可能的策略 俄罗斯可能会集中精力 点滴民主党 轩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因为俄罗斯反对乌克兰 另一方面 中国可能会试图放大美国社会的分裂 以展示美国模式的混乱 中国参与的程度尚不确定 但专家们警告称 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制作超逼真的虚假视频 用于虚假信息宣传 由于黑客攻击 投票系统变得更加困难 外国国家越来越多地转向影响运动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南非市场上超过了日本和欧洲竞争对手 南华早报 根据汽车商务委员会的数据 中国汽车品牌在南非市场上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份额 哈佛和奇瑞的家用SUV销量超过了一些日本 欧洲和美国品牌 分析发现 哈佛H6在2023年前11个月是该国销量最高的SUV 销售了5032辆 而奇瑞锐虎8 Pro排名第三 销售了2195辆 分析师表示 性价比是市场向中国汽车转移的关键因素 哈佛和奇瑞以稍低的价格提供更多功能 超过了竞争对手 快照显示经济战略进展 BBC 根据首席部长阿尔弗雷德·卡南的说法 马恩岛政府的经济战略在2022年11月启动 旨在增加劳动人口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并在第一年显示出增长迹象 报告强调 自2022年11月以来 就业岗位增加了3% 新增了1500个职位 并呈现出人口增长的总体趋势 政府希望到2026年 新增1800个就业岗位 并将人口增长到2037年的10万人 然而 报告还指出市场波动和外部投资储备的减少 下一步的重点将是重新设计企业部门的支持计划 香港人在圣诞假期待在家中 用蛇羹去寒 南华早报 尽管天气寒冷 圣诞节前夕 香港人在深水部排队等候着一碗温暖的蛇羹 并在维多利亚公园的产品博览会上寻找便宜货 根据移民数据 周五和周六出境人数 近流出517606人次 人们跨境和出国度过节日假期 香港的寒潮已经持续了6天 周日 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降至2.9摄氏度 5名中国工人 在印尼一家中国拥有的孽场 发生爆炸后丧生 南华早报 印尼青山不锈钢 ITSS在苏拉威西岛拥有的一座涅野炼炉 发生爆炸事故 导致13名工人死亡 另有38人受伤 爆炸发生时 工人正在修理炉子并安装板材 这是印尼涅野炼厂发生的一系列致命事故中的最新一起 这些厂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印尼最近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矿石 鼓励投资下游涅工业 然而 人们对该行业的安全标准和环境监测存在担忧 恶劣的空气迫使巴基斯坦关闭学校和市场 并进行云种植 华盛顿邮报 巴基斯坦当局已开始使用人工降雨来缓解极端空气污染 瑞士科技公司IQL表示 巴基斯坦的绿色花园之城拉荷尔已成为该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该公司的全球空气污染排名中 拉荷尔经常名列前茅 据估计该市居民由于污染可能会损失7年的平均预期寿命 除了关闭学校和市场 并实施交通限制 政府还采用了云种植技术 该技术涉及投放盐类以促使降雨形成 中国专家呼吁各国对野火排放负责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呼吁将野火排放纳入国际碳排放核算 但一位美国专家警告称 要求国家对野火排放负责忽视了气候变化的全球影响 中国科学院Kai德科学家在12月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呼吁建立一个包括森林火灾等自然因素的 全面国际碳排放核算系统 根据这个系统 野火排放将被纳入国家碳排放评估和核算机制 但这个想法遭到了怀疑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约翰·法苏洛表示 通过国家核算机制 惩罚特定国家的火灾排放毫无意义 他说野火增加往往是其他国家排放的结果 蔚来发布了ET9豪华轿车 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最昂贵的电动汽车 南华早报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Neo推出了一款新的纯电动车型 以与奔驰和保时捷的混合动力车型竞争 ET9是一款高级轿车 配备了蔚来开发的一系列尖端技术 包括高性能汽车芯片和独特的悬挂系统 预计售价约为11万2151美元 并计划在2025年第一季度交付给客户 蔚来的换电站允许车主将用完的电池组换成充满电的电池组 该公司计划在2024年建造另外1000个换电站 一家香港初创企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为大众提供个性化的护发产品 南华早报 香港初创企业Hairco Sys开发了一款人工智能平台 利用AI算法分析用户头部照片 识别头发和头皮状况 并提供治疗方案建议 该应用利用AI进行头发和头皮评估 通过计算显微照片中的毛发数量和测量毛发的厚度 该技术已经通过超过100万张头发照片的数据池进行了训练 该公司计划明年扩展到大湾区 马来西亚和泰国 中国基地的大熊猫将从圣诞节起 每周一关闭对游客的开放 南华早报 中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宣布 从12月25日起 其受欢迎的熊猫宝宝别墅将每周一对游客关闭 这一最新举措是在此前宣布该中心将不再通过旅行社出售门票 而是只通过其官方渠道如网站销售门票之后推出的 这些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是为了保护动物的健康和福利 因为该基地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很高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 中国的游戏监管机构发布了 旨在促进在线游戏行业健康发展的草案规定 引发了市场的动荡 这些规定的出台对游戏行业和相关股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特别是腾讯的股价下跌了约3000亿港元 这显示出游戏行业仍在从之前的政府监管中恢复过来 而新规定的出台可能会对游戏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 接下来是印度尼西亚的涅厂爆炸事故 造成了13名员工的死亡 这是由一家中国公司拥有的厂子 爆炸发生时正在进行维修工作 这次事故引发了对中国公司运营设施安全的担忧 也凸显了涅厂投资的风险 我们还了解到巴西消费者正面临着高利率的困扰 一些新兴的数字银行对信用卡收取高达455%的利率 这导致了全国性的债务危机 很多人违约了他们的债务 这表明巴西需要采取措施来降低利率 以减轻人们的经济负担 此外 日本的一起政治资金丑闻 引发了对该国稳定性和经济的质疑 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复苏 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最后 全球经济面临着50多个国家举行选举的不确定性 这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当选 可能导致对贸易 外国投资和移民的更严格控制 从而转弱全球增长和经济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和观点 欢迎大家提问和讨论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但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这些媒体智库的内容 都可以通过电邮